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晚有網民發起在九龍灣的德福廣場 進行和你SHOP的活動 原來其中發生了一件 至少我認為是非常嚴重的事件 就是有一名警察懷疑 對著《立場新聞》的記者拍攝這個大頭照 而這張照片竟然在一個Telegram群組當中出現 而輾轉間還被揭發得到 同一個Telegram的帳號 是滲透了多個黃絲群組 然後還到處張貼文宣叫人帶隨仔 於是牽起網路的一片馬聲 就說這件事到底是否有報呢 我們逐一來分析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說一下整件事件的發展 昨晚大概6點多鐘 在九龍灣地鐵站那裡 有幾十名防暴警察和便衣警察巡邏 當時《立場新聞》的記者 和另外幾家傳媒機構的記者 就在客務中心旁邊拍攝警員的情況 期間有一名警員曾經向著記者的方向舉起手機 不知道他有沒有拍照 到了7點多鐘的時候 有記者就發現到 在宣傳當晚行動的東九龍和你 Shop Telegram群組當中 有一個叫做Black Grey的用戶 這隻是鬼 不用捉的 這隻已經是鬼 被人察覺得到 他竟然上載了那批記者 在九龍灣地鐵站裡的照片 而該精的照片 拍攝角度和該名的防暴警察手機的指向 是非常吻合的 到底這張照片是否由警員拍攝呢 而這張照片又是由誰放在Telegram群組呢 我就歸納了三個可能性出來 第一 就是這張照片根本不是警察拍的 故此也不可能由警察放在Telegram群組 事實上這種說法 在連登上也有人這樣說 但我覺得有點為爭而爭 為什麼呢 因為既然那個記者也能發現 那個拍攝的角度 和那名警察手機的指向是非常吻合的 基本上就不用爭辯了 有些人在網上還說 那個警察哪有開機 哪有開鏡頭 人家只不過是舉起那個手機 警示一下你 嚇一下你 或者整股一下你 實情哪有用爭辯 因為當晚九龍灣地鐵站那個閉路電視 是沒有遭到破壞的 是沒有遭到弄爛的 只要警察要求港鐵看那個底 在昨晚6點至7點這段期間裡 除了那名的防暴警察以外 有沒有人是拿著一個手機 而把那個鏡頭的指向指著這些記者呢 如果有另一個人的話 就可以排除到這一名警察的嫌疑 如果由頭到尾只有這一名警察 是舉起手機鏡頭 拍著這個記者的 那就已經很大嫌疑了 所以是不用爭辯的 現在就不能排除警察拍照的可能性 到了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這張照片的確是那名警察拍的 但並非由他本人擺上Telegram的群組 到底那個名為Black Gray的鬼帳戶 從哪一個途徑拿到那張照片 肯定是警察發給他 那麼這個Black Gray和警察是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我們是無法證實得到 無法查得到 因為那個帳號都已經刪除了 但至少我們可以肯定得到 這個Black Gray和警察是認識的 否則就不會把照片發給他 假設這個可能性是屬實 好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什麼 就是那張照片的確是警察拍的 並且由他本人親自擺上Telegram的群組 這個就不用說了 如果這個可能性是屬實的話 那個Black Gray的鬼帳號 就是由這名警察去親自操縱 好了 如果警察說 哎呀 根本上他沒有拍照 你交出那個CCTV的片段出來 告訴市民就可以了 這些東西是不用爭辯的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 看看有沒有第二個傻子 拍就行了 好了 這三個可能性我就歸納了出來 到底這個嚴重性在哪裡呢 就是基於那個Black Gray的鬼帳戶 現在不是捉鬼 有些人就說不要捉鬼 我同意的 但現在不用捉了 這個擺明就是告訴你是鬼 因為是不會有任何一個手足 走去拍記者的大頭照 放到Telegram的群組那裡 而這個呢 是拍完記者的照片以後 或者是有人拍完就發給他 他就放到公海群組那裡 這個擺明就不是手足 是一定是鬼 所以不牽涉到 所謂捉不捉鬼 這個是偽命題 現在不是捉鬼 這隻擺明是鬼 這個鬼帳號 是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有三點的 第一點就是 這個Black Gray 其實他是被人揭發得到 原來他滲透了多個黃絲的公海群組 來去索料 包括了一些什麼群組呢 例如就是光復紅土 紅土就是紅磡和土瓜灣 TKO公海 即是將軍澳的公海群組 1月1民陣大遊行 非官方宣傳公海 這些全部都是自發的 擺明就是有些鬼在那裡索料 所以大家如果在Telegram的群組 要發言的話 你一定要假設 所有在這些群組裡的訊息 警察是可以看到的 假設你在聊天的時候 有一個警察在你旁邊旁聽 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最佳的處理辦法和態度 你說每一句話 你當有警察站在旁邊聽著 你說話就可以了 那你就會非常謹慎 第二點 這隻鬼帳號不單在那裡收了 而且他有參與到發言 兼且到處張貼活動的文宣 當然這個和理賞 九龍灣這一宗 是不是由他發起的呢 我綜合了多個消息和報導之後 就發現到搞手的而且是另有其人的 但是這隻鬼在周圍張貼文宣的時候 竟然加了一句話 他說叫人記得帶隨仔文具防身 這句話就是煽動了市民 帶這些攻擊性武器出街 和理購物 去購物要帶隨仔的嗎 為什麼會在公海群組說這些話呢 而且他說這句話也透露了一些破綻 露出馬腳 露出狗腳 為什麼露出狗腳 隨仔文具 隨仔就隨仔文具就文具 怎麼會隨仔和文具連著來使用呢 這些根本上是非手足語言 文具已經代替了這些裝備 但是你又說隨仔又說文具 將這兩個詞彙連用 就為之重複 沒有手足會這樣說話的 露出狗腳之後 這張文宣最好笑的地方是什麼 他在海報上寫著說 保護自己和手足 記得戴口罩和揮其戀身 你這個擺明就是 告訴別人要做一個適應 是不是 本身和理購物需要戴口罩 已經有很大的爭議 因為一般走出街 真的是當街坊裝 走出街 為什麼要戴著這個口罩呢 而且你還叫人揮其戀身 你只是告訴別人 你釋出一個信號給警察 就是 凡是戴口罩兼揮其戀身 就是在參加這個和理購物 而且你還用衰格道 叫人家戴隨仔 那就是有報 所以到第三點 很多網民就懷疑 這隻鬼到底是不是在搞一些有報的行動 煽動市民 帶隨仔上街 然後還要戴口罩和揮其 作出一個訊息 告訴警察 他真的在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就一網成禽 拘捕 當然昨天根據多篇的報道 被捕人士當中 都沒有一個是戴著這些鎚子的 因為實在這些建議是非常愚蠢 但是 你作出這些建議 都已經是不要得了 因為你這隻鬼 被人有蛛絲馬跡 察覺得到 是懷疑跟警察有關 到底你這隻鬼 是什麼人來的呢 剛剛說你煽動其他人參與行動的時候 是帶著鎚子 而且是戴口罩兼揮其 作出一個適應 揮什麼其 我也不知道 當然在他所轉發的那篇文宣 他沒有說到揮什麼其 但是其實要解開一切的疑團和謎底 都不是沒有方法的 只要港鐵公開 所以在昨晚6點至7點 在九龍灣地鐵站的客務中心附近 除了這名警察之外 找不找到有別人舉起手機鏡頭 那個拍攝角度 是跟那個手機指向吻合的 是影響記者方向的 如果你找到有別人的話 那就可以撇清所有的關係 如果找不到的話 麻煩你警察在記者會內出來向市民解釋 到底這件事發生什麼事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